感冒好了,应该注意一些什么预防感冒,能够不让感冒再次归复然呢? 这个咱们好像刚才已经最后讲过预防当中提到了一些。 也是这样,就是那个,其实人在感冒以后之后呢,人的抵抗力其实是比较低的。 他虽然感冒好了,但是呢,他的抵抗力没有跟着,随之恢复到正常,也就是虽然感冒,这次的感冒好了,但是那么不意味着于你近期就不会感冒了,因为你病毒是有很多种的,你这种感冒治好了,但是另一种病毒造成你感冒的话,也有可能会接种而来。 这个,这个我还是比较有体会的,因为去年我的女儿比较三岁,然后呢,我养了半个的时间,几乎没有断过药,然后他这次好容易,我们盼了半天的感冒,好容易好,结果没有停一天的药,结果又感冒了,又感冒了,就是第二次的一个接种而来,所以这个三三五次的就这样,所以就很差了。 所以三岁的那个感冒虽然好了,但是感冒虽然好,但是抵抗力还没有恢复正常的时候呢,你一定更加倍的小心,把自己还当成一个病人去照顾,去对待,等他彻底好以后,再放松一些就好。